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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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越南就是又会百分之七十的意思 所以我那个当时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我去那个关商场的时候 很多牌子他们在写打七车 哇我觉得真的是 怎么牌子还是那么便宜啊 还有打七车 我们这边最多也是打五车 按照中国的说法来说 打五车 但是我去中国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都是打七车八车 当时我觉得可能东西很便宜 然后很好奇就去看 但是去看的时候又发现 不是我想那个样子 打七车就是又会百分之三十的意思而已 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在越南这个生活 然后按照我们说法 所以就习惯觉得东西怎么能打那么多的优惠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第二个第二个想给大家分享 就是量中量的单位 两个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越南这边大部分的都会用按公斤来说 你去买水果也好 买海鲜也好 买菜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按公斤来算 一公斤就是两斤 那么这个在中国的话呢 中国只是按一斤 或者按颗 一百颗来算 但是我去中国的时候呢 他们买什么东西 倒是出一斤 一斤多少钱 但是在越南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公斤多少钱 那么就是一公斤就是两斤 一斤就是五百颗 一千颗 一千颗就是一公斤 是不是 那么在越南这里 你买任何一个东西 我们都是按公斤来说 所以有时候大家来这边弄不清楚这样的 大家会觉得 这边卖东西怎么那么贵 因为我经常看到客人呢 说这个水果怎么这么贵 但是并不是这样 只是大家还没了解这个 我们就是按公斤来说 按公斤来算价格 第三个 第三个区别就是 就是时间和地点写的顺序 那么在越南的话呢 我们写的地址吧 我们写的地址就是从小到大 就是好家的号码 然后到马路 然后到一个村的名字 或者一个区的名字 然后到国家吧 到国家这样的 那么在中国的话呢 我发现在中国写的就是从大到小 就是两个地方就是相反的 包括我们这边的写时间 比如是我们今天是18号8月2019年 那么我们也是跟我刚刚念的一样的写 18号8月2019年 那么在中国的话呢 可能是要写 2019年8月份 18号 那么这两个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叫人的名字 叫人名字的方法 那么在 有时候我带团的时候 我介绍我的是新城 有很多个人习惯了 把我叫小城 或者有个人叫城岛 但是我们越南这边 没有这个习惯 就只把直接称呼 这个可能大家在那边的话习惯了 而且大家也是 这个也是给别人一个珍重 但是在我们越南这边 我们就直接把名字称呼 那么我的名字就是黎黎 那么在这边的话 直接就叫黎黎 或者小黎就可以了 我有了解过 有着中国朋友跟我说 就是在中国的话呢 比如是很熟的朋友 很熟的朋友 那么也是把你的名字 比如是叫名字叫 城市黎黎 然后呢熟的朋友 他会把这个名字就再念一诗 就是参参或者鲤鱼 或者美美这样的 如果是你在公司 跟不熟的不熟的人 他们会很珍重的叫 陈小姐 刘先生是这样的称呼 但是在越南我从来 每天过一个人 那个心直接去称呼 第五个就是越南和中国的不太一样 就是在中国的话呢 我发现很多都是喜欢炒的吃 但是在我们越南这里呢 我们喜欢吃生的 很多都是生菜吃的 那么包括大家在这边吃一碗米粉 除了一碗米粉会有很多那个各种香菜 也是生的吃 然后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有这么多的生菜 然后我们就跟那个鱼露站的吃 包括我上个视频有一种菜 就是那个猪肉和越南春猿皮 然后跟生菜一起吃 所以我们这边很多都是用生菜来吃 而且在中国呢 我说大部分哈 大部分不是全部 但是我发现大部分都是炒着吃 包括黄瓜大家也炒 然后生菜 很多这边的生菜都是要生的吃才有口感 但是在中国也是拿出来炒的吃 这个也是两个地方的不太一样的 还有加一点就是我发现在中国啊 用的特别特别多的是油 什么菜都放很多油 而且在越南吃的东西就特别的清单 你放油太多的话 那人家就不吃 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 吃油太多呢对身体不好 第二个就是吃油太多呢口感就不太好吃 第三个就是 让你那个不会吃 能吃那么多的油 所以他们不太习惯 但是在中国的话呢可能你放油太少 那你的口感就觉得没有那么好吃 这个也是不同的地方 OK 第六点 就是很多人发现我们越南南的 现在还带这种绿帽色 那么跟我了解就是在中国啊 很多啊 听说这个啊 这个人带绿帽色那就很搞笑的 很不好的一个意思 是不是背法或者出拐的 但是啊很多游客来我们越南这里呢看到很多那个啊 一听到绿帽色的话呢就笑啊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了解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国这个绿帽色的意思那不太好的意思 但是在我们越南这里呢绿帽色的意思就是非常好 我去了解的话呢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战争的时候呢 嗯 军队他们都是带这个绿帽色 所以现在这个绿帽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争的七年 所以你戴这个绿帽色你就觉得你好像是军人一样的有这个骄傲的感觉 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当时我们的胡爷爷就是胡志明的他当时也会戴这个绿帽色 所以越南人就是你知道在越南人心心里中胡志明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了 我们特别特别的就是尊重胡爷爷 所以现在很多人也是戴这个绿帽色因为想纪念这个胡爷爷 嗯 而且啊你特别多的就是主要是在那个越南北部那边戴的比较多 啊从我们县港到胡志明属于越南南部的话呢我们比较少一些 啊所以大家我希望大家来越南呢看到人家戴这个绿帽色的话也别不用笑 啊因为我们也大家有笑的我们也不懂到为什么笑 但是我希望就是入乡随属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一个文化差距 啊目前我就想起来就这么六点的有趣的区别啊两个国家之间的 如果大家还有发现更多的话呢就啊给我留言啊 啊喜欢我小驴的频道 喜欢了解更多的越南生活希望大家看我的频道给个赞 分享给朋友看 如果没有订阅的朋友那敢赶快给我的频道订个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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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